烈日当空 汗流夹背 但别被阳光欺骗 因为苏拉台风来势松松 青阳局最快下午两点半发布陆景 首播警戒范围就是恒春半岛以及蓝雨 雨是越晚越惊人 随着万维云系的移入 在今天尤其是东半部地区来说 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 慢慢降雨的情况就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些 其他各地则在中午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像中南部地区 有部山区会下午后震雨 进入台风活跃期千万不能轻呼 这回苏拉暴风圈侵袭各地几率 以恒春最高来到84% 蓝雨80% 高雄屏东线超过70% 周三周四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 包括东半部有局部大雨好雨 甚至北部南部也有短暂震雨 这两个台风在周五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所谓的藤原效应 也就是说两个台风之间相互牵引 可能海葵会让苏拉来个回马上 持续影响台湾 太平洋上三台共五未来动向 必须密切留意 至于专家也预估苏拉 外围环流 闪电对流旺盛 云林以南县市都有机会放台风架 但北部几率较低 不过若风雨剧烈 也不排除放架可能 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 台风暴风圈会影响到 我们东南部 以及巴士海峡海面 进海的时候 我们附近海面风浪就明显增大 虽然苏拉路径南收中心 登陆台湾本岛几率非常低 不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沿海 绿岛蓝雨都有长浪现象 提醒民众从事海面活动 得小心尾上 淮宇新闻杨阁 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